黃先生準備事件 跟我們講一下 它在什麼狀況 因為那個.. 是 傷子還在救醫 其實現在不免 還在了解當中 有生命危險嗎 不知道 因為現在都還在醫院強救當中 所以我們還是要等那個 之後去醫院了解 那他們是有幾個送醫院 四個送醫院 全部都送假機嗎 他們是什麼原因 這個我們就不了解 因為那個傷者現在在急救中 所以我們也沒辦法去了解什麼原因 所以當事人的太太以外 還破解到旁邊三個換那個 就是當事人 太太還有照護員跟一個民眾 院方他們向我們衝心報案 那表示有等臉昏倒 那我們就等臉到達現場以後 發現這一名年約六十歲的一個老先生 那他是趴落在他妻子的旁邊的 那我們到達以後發現他的意識已經模糊 那我們立刻將這個老先生推上單架 那持續的做一個意識的評估 那他的意識是已經模糊 那對痛有反應 那表情有點痛苦 那另外院方也表示說 還有其他人必須要送醫 那我們另外就再請中心派遣 其他兩個分隊 將其他的病患送到醫院去 我們來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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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